最近在叙利亚的德拉城,叙军在对德拉城内进行雷剿的时候,误炸了英国的13名军事顾问,以此回应,英国战机竟然迅速出击,轰炸了叙军内的一个军事基地。 但是晚安没想到,这次事件中,竟然被报有两名俄罗斯军员死亡,文学之后的俄罗国防部立即上报总统,普京好话特雷沙梅尔,表示,英国要为此付出代价,与此同时普京还下令将出动多架战机正视英国,当然,其实只是震慑挑衅而已,然而英国的反应真的是让国际社会啼笑皆非。 俄罗斯出动时架速到34战机进入波罗的海上空盘旋,对此英方紧急出动台风战机进行拦截,然而这次俄罗斯算是在英上空大秀机动耍的英国团团转,对此分析人士表示,俄军惨死,普京必定会报复。 然而这次只是正式英国,主要还是考虑到英国背后有强大的北约组织存在,不过以战斗民族的性格,这笔账一定会核算,就让我们好好期待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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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